市長選選 市長選私營 議員大勝利 整天動戰 金融市長尼泳昌領軍下 民進黨金融市長候選人蔡思穎 與13位黨籍市議員候選人進行聯合登記 搶在開放第一天完成登記 期盼能率領基隆隊在年底選舉集出全雷打 這一場的選戰不是只是蔡思穎而已 也包括我們的議員 市議員當選 13個議員都全雷打 我想這是這一次 我們今天選在這一天 來參選最重要的議員 那各位如果其實有稍微注意一下 可以發現我們選今天的時間是 下午1點半的時間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下午1點半1加3等於4 蔡思穎的是13個 1點半的13 剛好也是我們13位候選人 所以我們特別選這個時間 代表著我們的基隆隊強棒出擊 裴隆登記的金融市長尼泳昌則強調 在他執政下 基隆8年來的進步成果 市民都能看見 這期間他與蔡思穎合作無間 讓基隆重回前端班 因此蔡思穎是延續基隆進步與改變的最佳人選 為什麼一定要支持蔡思穎 就是因為這八年的一個時間 蔡思穎跟我一起並肩作戰 齊心合作 所以蔡思穎是最了解基隆市政的市長候選人 他當選市長無縫接軌 馬上繼續延續所有的市政 繼續為基隆的建設來打拼 另外剛剛在講這需要一個基隆隊的一個團隊 包括基隆市政府的政務官 包括我們今天一起出席所有參選的市議員 我想大家就是一個最堅強 最有能力 而且是最能夠用一分錢來做十分事情 最棒的一個團隊 秀出台北大學博士文平 蔡思穎表示他提出的四大政見主軸 就是延續佑昌市長的施政破壞 務實的推動基隆持續改變 他強調絕不會耗高誤遠 亂開支票 會與13位黨籍市議員候選人 在恪守財政機率下延續基隆的進步與改變 適應這一次的接棒 佑昌市長 我們絕對會把基隆的進步 基隆的改變繼續延續下去 今天在我登記參選的同時 我們也會向選委會遞交本次我參選的政見 我的政見非常的清楚 四大主軸 四大主軸 這些四大主軸 就是目前基隆市政府推動的核心價值 也是適應未來接棒佑昌市長的市政府的時候 我們繼續推動基隆的改變 對於外界關切的協和電廠四階方案 蔡思穎強調尊重相關單位審議 他支持人員轉型 但不能妨礙基隆市港發展 我們支持協和電廠轉型 但是也不能夠妨礙到基隆港市的發展 那這個部分 我想台電會做後續部分來處理 至於民間團體推動相關的公投的事項 我覺得這個就是由公投相關的選委會的部分 跟公投的審議來做處理 我充分的尊重 記者張其騰 金融報道